通常我们会说I drank water 我们会说我喝水了 或者说我喝了水 但是我们也可以倒过来 我们可以说水喝了 水喝了 意思不是水喝了什么东西 而是人把水喝了 比方说我把水喝了 可以说水喝了 其实喝水的不是水 是人 其实这种现象在英文中也有 比方说silver polish as well silver polish as well what polishes is not silver someone is polishing the silver silver polish as well 银可以很容易磨亮 silver这个银在这里是语法上的主语 可是在语意上它是patient 它是受试 什么是patient呢 patient不是说人生病了 patient在这里是一个语言学的名称 一个语言学的名称 它意思是the noun or noun phrase that is semantically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a verb's action 也就是语意上面的受试 比如说我喝水 我喝水 水就是patient 水就是受试 那我吃饭 我吃饭 饭就是patient 饭就是受试 patient这个词是从拉丁语来的 本来它的意思是忍受或者承受这个意思 再看一个例子 比方说meat keeps better in the freezer what keeps the meat it's not meat itself it's someone else like for example I'm keeping the meat in the fridge I'm the agent the meat is the patient but we can say it as if the meat is a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meat keeps better in the freezer meat keeps better in the freezer meat在这里是语法上面的主语 可是它在语意上是受试 那汉语中也有这样子的例子 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看看在汉语中的受试主语句的用法 首先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比方说书烧掉了 书烧掉了 烧的是我烧的书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书烧掉了 我烧了书 书烧掉了 衣服卖了 the clothes were sold so this is a passive sentence 是一个被动的语态 但是我们这个句子并没有用到被 并没有用到给 我们没有说衣服被卖了 衣服给卖了 我们只是说衣服卖了 也可以 衣服卖了 the clothes were sold 衣服卖了 李教授请来了 李教授请来了 可能是我把李教授请来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说成李教授请来了 Professor Lee was successfully invited He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李教授请来了 李教授在这里是patient MP 也就是受试的名词短语 请来了 在这里是动词短语 是verb phrase 李教授请来了 patient MP VP 再来看一个例子 自行车丢了 自行车丢了 可能是我把自行车弄丢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自行车丢了 玻璃杯打碎了 玻璃杯在这里是受试主语 玻璃杯打碎了 可能是我打碎了玻璃杯 但是也可以说成玻璃杯打碎了 所以玻璃杯在这里是 grammatical subject but semantic patient 玻璃杯打碎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受试主语句的用法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受试主语句呢 原因是因为说话的人 他只关心patient 只关心受试 他并不关心agent 他并不关心是谁做的事情 并不关心这个湿势 是玻璃打碎了 是谁打碎的 他并不关心 他只是关心玻璃的这个东西 而不是谁打的玻璃 比方说水喝了 并不关心是谁喝的水 是我喝的水 还是谁喝的水 并不关心 只是关心水被喝掉了 再看看例子 垃圾不要随便扔在路上 垃圾garbage 不要随便扔在路上 Don't just throw it on the road 垃圾不要随便扔在路上 我们只是关心垃圾 没有被扔 而不是说关心是谁扔的垃圾 护照丢了 马上要去补办 护照 password 丢了 马上要去补办 补办就是去replace it to replace and make 补办 护照丢了 马上要去补办 我们只关心护照 护照如果没了 我们必须得有护照 我们只关心护照 而不是关心谁丢的护照 不管是谁丢的护照 你只要他丢了 都得要补办 护照丢了 马上要去补办 河上的尖兵打破了 尖兵就是兼顾的兵 兼顾的冰块 河上的尖兵打破了 我们并不关心是谁打破的尖兵 我打破的尖兵 船打破的尖兵 还是什么导弹打破的尖兵 没有人关心 我们只是关心 河上的尖兵打破了 我们关心的是兵 而不是人 河上的尖兵打破了 过几天 船就可以航行 河上的尖兵打破了 过几天 船就可以航行 自行车丢失了 自行车丢失了 我们只关心的是自行车 而不是关心的是谁丢的自行车 自行车丢失了 同时这样子的句子 我们也可以把它用作modifier 自行车丢失的问题 自行车丢失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bicycle loss 自行车丢失的问题 自行车丢失的问题 得到了妥善解决 自行车丢失的问题 得到了妥善解决 自行车丢失的问题 this problem has been correctly resolved 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大门玻璃撞碎了 大门玻璃撞碎了 大门玻璃撞碎的消息 the news that 大门玻璃撞碎了 大门玻璃撞碎这件事情的消息 大门玻璃撞碎的消息 so you can see patient subject sentences can be used as modifiers as a modified phrase in this case the main core is 消息 the noun phrase core is 消息 大门玻璃撞碎的消息 这里大门玻璃撞碎 是在修饰这个消息 大门玻璃撞碎的消息 很快传开了 这件消息很快 很多人都知道了 很快传开了 大门玻璃撞碎的消息 很快传开了 大门玻璃撞碎的消息 很快传开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solved 解决了 the problem didn't solve itself someone solved the problem 这个问题解决了 so the problem 这个问题 是这个句子的主语 是这个句子的受试 是这个句子的patient subject 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 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s simple 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我没有说是谁解决的问题 我没有说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 也没有说是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 只是说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without mentioning who solved the problem 现在我们来谈谈在受试主语剧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第一 patient subjects cannot be indefinite 也就是说我们的受试主语不可以是不确定的 必须是已经是人知道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可以说酒喝了 someone drank the wine 酒喝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杯酒喝了 someone drank this glass of wine 这杯酒喝了 但是你不能说一杯酒喝了 你不能说someone drank a glass of wine 受试主语剧的主语必须是definite 你不能是一个indefinite noun phrase 所以一杯酒不可以 你只能说这杯酒喝了 或者说酒喝了 但是你不能说一杯酒喝了 另外受试主语剧不能是代词 受试主语剧不可以是一个pronoun 比方说我们不能说他喝了 也不能说他请来了 我们只能说把他请来了 用把字句可以 或者说王老师请来了 王老师请来了 once the subject patient is definite then it's okay 只要他是一个确定的东西就可以 王老师请来了 好 第三个受试主语剧常见的问题 就是受试主语剧的动词的部分 这动词的部分必须是复杂的 比方说我们可以说房间刚打扫过 房间刚打扫过 但是不能说房间打扫 不能用打扫这么一个简单的动词 打扫太简单了 我们必须要说 比方说房间打扫了 可以加个了 可以 或者说房间要不要打扫 房间要不要打扫 或者是房间打扫不打扫 也可以 但是你不能说房间打扫 作业做完了 可以 但是不能说作业做 做太简单了 不能说作业做 作业做了可以 但是作业做就不行了 好 我们复习一下 受试主语剧把受试放在前面 李教授请来了 李教授在这里是受试的NP 受试的Noun phrase 放在主语的位置 李教授请来了 我们关心的是李教授 而不是请他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受试主语句 接着我们也讲了一下常见的错误 比方说我们不能说一杯酒喝了 我们只能说酒喝了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受试主语必须是一个确定的 必须是一个definite的一个东西 另外我们也不能说他请来了 因为受试主语不能是pronoun 不能是代词 我们可以说李教授请来了 或者是王老师请来了 但是我们不能说他请来了 最后我们也不能说作业做 我们只能说作业做了吗 作业做完了等等 受试主语句后面的verb phrase 必须是复杂的 好 最后我们来做一组练习 如果你是在YouTube上没观看的话 练习的链接是在视频的下方 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网课 报名登录之后就可以做练习了 好的 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